留言当头我是威儿 自由高照我是邱子 关注一下黄明志的新闻 今天又给他一些板回咯 因为这个之前 他因为拍摄那个 Oh my god MV 所以就找到了这个 马来西亚警方逮捕 而这个黄明志呢 日前他就在官方YouTube 上面发布最新视频 名为自首 Sara Sandiri的影片当中呢 黄明志的是没有说话的 但是他全身弑弱 疑似呢想要证明 自己身上是没有伤痕的 但是呢这部影片呢 是在他自首以前所拍摄的 对你刚才说是 招警方逮捕 我觉得逮捕这两个字不太对 他是自己是自首的 警方只是发出了这个逮捕令 是建议什么样呢 就是因为之前你刚才说 这个Oh my god MV 对不对 但黄明志他已经说了 这个MV呢 之前被发布出来的这些 都是被hack 并没有正式的 他其实才在昨天前天 还正式发布了 他这个真正的这个MV出来 他是跟某一部电影合作的 这首歌是为了那部电影 而写的 而拍的这个MV 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 有很多电影的一些镜头 那部电影还是电视剧的 一个镜头吧 然后他我就比相对比较了 这两这两首MV 这两支MV 我发现之前有很多 他们穿着这个宗教 宗教各种不同服装 很搞笑的 或者很搞怪的那种 那个就没被剪在里面去了 这个新的MV里面 就很多是有很多电视 和电影画面来代替 但是一些在宗教里面场合跳舞的 确实还有 还是有一些 比如讲在这个基督教堂 这个寺庙里头 回教堂的 我就不太确定 有没有看到那个 因为可能画面都是一闪即逝 非常的快 我也是看了一下 但是我确定在之前的是有的 早期被泄露出来的MV里面 是有在不同的教堂 或者是这个宗教场所里面跳舞 不过其实我有一个疑问 这部MV是跟台湾人合作的 算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一部MV 但为什么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警方要去逮捕黄迷之呢 因为他拍摄的地方是在马来西亚 然后他是马来西亚人 OK 其实我看了整部MV啦 说真的 以我一句真心话来讲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特别冒犯的感觉 我感觉就 OK啊 还蛮有创意啦 Cosplay 我的感觉是这样 但是呢 可能就是某些比较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话题吧 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 然后 整个画面你说 怎么去亵渎宗教呢 确实还看不出来 因为你说 如果真的要亵渎的话 我觉得可能 与其说亵渎伊斯兰教 我倒觉得他亵渎的可能还更多的是 可能佛教啊 什么 如果你硬要掰 他是说了亵渎的话 还有那个 那个什么 耶稣 甚至关于到基督教 甚至基督教耶稣 他还有写歌词 就是说耶稣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他并没有说这个 伊斯兰教的阿拉怎么样 怎么样 对 他纯粹在歌词里面 确实有用到阿拉这个字 对 但是 也没怎么 滥用这个字吧 当然 阿拉这个字之前也曾经引起了这个争议 是只有伊斯兰教族才可以用了 对 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林冠英啊 他们有提出这样子的 或者是行动的 他们有提出这样子的这个说法嘛 对 对 就是说应该要全部人用 但是后来就引起了 这甚至变成了是一个 这个官司 这样子一个案件 到最后也判了 就是说 好吧 就是在某一个程度上的妥协 就是在西马的穆斯林呢 才能用阿拉 若非穆斯林不能用这个字眼 也不能在任何的 这个场合啊 或者是printing material 就印刷品里面乱用这个字眼 但是东马的穆斯林呢 或者非穆斯林呢 就有一种 斟酌性的一种妥协 因为毕竟 这个字眼呢 在早期都已经用惯了 就是在东马的时候 有些很多这个 基督教徒 也是用惯了一些这样子的字眼 我们常说 我们各个种族之间 我们要互相尊重啊 然后我们不要去 要互相去尊重 别人的宗教 但是在这一方面来讲 如果以一个大家都要和平相处的 一个大环境中 我们是不是在对于某些方面呢 我们应该做出一个 善意的 善意的举动呢 就好像你说 你们非穆斯林的 你们不准给我用阿拉 这一个词 那如果我们好像在写到什么文章 还是什么 需要提到你 你的宗教的时候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去解释呢 而且可能你 能不能不要以这么极端的方式 去看待这一切 所谓不能提 它并不是说 你不能这样子说到这个 你看我们现在也说了好几次了嘛 对不对 这样子是不能够说是犯罪的 意思是说 他说不能乱提 意思是你不能在一些宗教的 这个评论或者怎么样里头 就把它放里头 尤其是更敏感的是哪里呢 就是基督教 因为毕竟基督教和这个伊斯兰教 它是可以说同宗的 从最最原始的那个开始的时候 但是呢 就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矛盾存在 相似度存在 大家会担心有一种会小 大家都不希望说 哎我这个我的神和你的神是不一样的 因为毕竟是一神论嘛 无论是基督教或者是穆斯林 他们都是 或者伊斯兰教都是一神论的 那如果是一神论的话 这两个突然又有多了一个神出来 那就就就就有一种冲突的 这个状况出现了 他不能够一个神两个宗教来 来来来那个吧 你怎么可能一个神分成两个宗教呢 对对吧 所以他们就不可能相信同样神 他他不是出现在 其他可能像佛教徒 如果说到这个阿拉 他又又怎么样的这个字眼 其实他并没有犯了什么样的 严重的错误或者或者什么罪行 而是最主要宗教上的一种矛盾 但是我们看回在这整个MV里头 他们就是说这个警方要逮捕 或者人家告他 并不是说告他在字眼中提了阿拉这个字 因为确实你看他整个歌词呢 没有什么问题 就对于宗教 对于这些宗教领袖没有冒犯 但是反而他们提的就是说 他们在宗教场所没有申请准证 然后跳舞 拍摄 拍摄和跳舞 我好无奈哦 其实 没有没有 我觉得可能某一些 你看我就说 我们要搞清楚 就是人家提控你的罪证是什么 当提上法庭的东西 而不是通过媒体这样发表的 那些你可以不用理 因为很多时候 大家是要怎么说都行 但是当你提上法庭的时候 人家告你肯定是要有把握 能把你告得进去 那他肯定会选一些罪名 是你可能还真的是很难去辩驳的 但是其实这些寺庙啊 这些回教清神寺啊等等的 他们自己本身应该有自己的住主权吧 他们好像都没有说什么 为什么反而是政府来搞 现在就是听说有人提出了控诉 就是有人提出了控诉 是谁不知道 听说可能也是宗教场所的负责单位 也是有提出控诉了 但是根据黄明志的说法是 他们当时已经知会了当地的负责人 而负责单位好像也允许他们去拍 有白纸黑字吗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没有 这个就是问题 我觉得这个就是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黄明志的说法是这样子 他之前发布的 他是说了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旅游的地方啊 所以很多游客到那边都可以这样子拍啊 那既然每个人都拍 为什么我拍就有错 人家拍没有错 因为 但是你要理解一个情况 就是说你这个是有 人家拍是拍的自己用 你这个拍是拍成MV 你拍成MV的时候 你会在全世界去播 然后同时可能有些商业利益 或者是有一些 就是你是一个正式官 正式的一种official的 把它当这个拍摄来做 那可能是不是应该需要一些官方的这种文件 这official的letter或者白纸黑纸呢 他跟一般游客的那种情况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嗯 我不知道他这个说法究竟 我当然他说的也没错 但为什么游客拍这样子 我当做游客这样拍就有错呢 因为你是拍摄影片 其实跟游客这些拍摄影片是不太一样的 是啊 因为我以前有拍摄过嘛 你去一个地方拍摄 你一定要跟那里的人就是有结合 甚至如果白纸黑 这是最好的 甚至我们去一些shopping center都好 你看shopping center 这么多人这么多游客 我要拍照 我要拍影片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这么大阵仗了 你去拿一个摄像机啊 然后还打光啊 那些 哦拜托他们一定追着你跑的 你说的没错 就是这样子一个对方啊 因为这是他们的地方啊 这些他们有自己的权利啊 但是如果你拿他的这些地方来消费的话 那他们一定会有权利去阻止你的 对 所以就是无论他可以 他可以允许任何人拍都没有问题 你要拍也可以 但是我也同时可以突然间阻止你不能让你拍 或者我甚至可以说 因为你没有跟我申请准证啊 那你拍了过后 如果是你没公布 那我真的拿你没办法 但是你一发布出来 我就有理由可以说 哎你没跟我申请准证 所以我要告你 对 侵犯了我们的这个隐私权 是如果黄明智他说 他要跟当地人接下的话 那最好还是白纸黑字 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会儿 就是看大家看一下 才可以证明你是清白的吧 我老实说 我倒希望他真的有这个白纸黑字 他就可以省掉这些问题 省掉这些麻烦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只能够说 就是他就是千年倒行啊 就是突然间给忘了这件事情 因为他已经 他是一个怎么说呢 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的人 他应该知道 这个马来西亚的整个媒体 或者甚至是官方啊 都对他非常关注 他的一举一动 那他自然应该很小心才对 对啊 经历太多事 没长一致 对 那就只能够说 这一次呢 就要经历是长一致的 他为什么自首 我相信他也是为了协助调查 他也觉得这样子做是没错 我们也认为是没错 但是人家要搞大 你怎么办 所以你要懂得保护自己吧 我觉得在这一方面 那当然 你不能够说 你这个整个东西呢 永远你是对的 你要知道 人家提供你的是什么 永远是回到那个点上 因为法律讲的就是证据 讲的就是证据 永远都是那一个东西 你不能说人家乱讲 好 我再跟你讲这东西 像我刚才分析的 就像你自己也说了嘛 任何一个商场 任何一个场地 他有权利 给你派或不给你派 有权利阻止你进来 或让你进来 这些都有 对啊 你不可以搞虚头 就是说 这是 这个政府对你可能有偏见 但是就人家 确确实实做到你的把柄 去控告你了 对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则新闻 是联邦之家区的部长 那就是李登光安娜 就说了 为了避免自己的老婆 孩子被匪徒 或者是不法奋徒 不法之徒盯上了 他不会向公众 申报私人财产了 我在想他的财产 到底是有多雄厚啊 这是 其实也不用说 太雄厚啦 如果你是有 算是百万富翁 的话 你都有可能被人盯上了 对 因为他曾经也是一名商人嘛 所以他自己说的 他有非常多财产 所以呢 他是不会公开申报财产的 因为他就是怕咯 就是怕这些不法之徒啊 就是看了 哇财产 哇 这么多钱啊 我要去绑架你老婆孩子 有谁不怕呢 每一个商人 每一个有钱人 他们都会担心 只是有时候 你即使不公布 人家还是一样会对你 这个虎视眈眈的 比如说 都知道你是一名部长了嘛 对不对 然后你又是商人呢 嗯 你不公布都好 人家知道你有钱啊 其实你有公布 我还没公布 我到我个人倒觉得啦 他没有太大的差别 因为在人家印象中 你就是一个有钱人 对 因为都知道你是 都我觉得都会做个调查了吧 对啊 对啊 你的 你就算说我不公布 我的自己的财产 但是 你都说 我曾经是一名商人 那这个想要绑架 你的人知道 就知道 哎 这个阿南正确是一个商人啊 他做了多么的成功之类的 其实他担心的可能就是说 如果是安全受到威胁 通常是担心的 就是主要是说绑架 勒索啦 对不对 只是他只是担心说 呃 我个人感觉哈 公布财产 不公布财产的 这个区别呢 就是在于 你会让人家知道 应该勒索你多少钱 对吧 就是这样子罢了 我个人感觉 因为 因为你已经是肯定是一名 算是有钱 有收入 收入挺高的一个人了 嗯 那自然如果人家 真要罗嗦你的话 肯定也会勒索你 哎 只是说是不知道多少钱的 是不是他这句话 就变相的承认 其实我们国家 治安真的好像不是很好 呃 有这个可能性啊 因为 这个你不能否定吧 你再怎么说 治安好 还是会有 他不是百分百的安全 有哪个国家 是百分百安全的呢 嗯 但是都是对 针对这个 呃 政治人物来说 如果公开的 绑架这个政府 政治人物的孩子 还是家属这些 呃 不太好吧 当然啊 不过没办法啊 就像纳吉说的 这个世界上呢 是没有完美的政府的 嗯 因为美国政府也存在问题 最主要呢 是这个政府呢 愿意改变 纠正这个偏差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嗯 呃 就是希望 呃 国政呢 他说 但是呢 他就说了 因为近期的 这个大港部选啊 江峡部选啊 少说选举啊 等等的 国政的大获全胜 所以呢 你说国政不好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选国政呢 可以见得 其实国政就是民心所向 嗯 他他这样子说 呃 这是站在国政的立场来看 但是站在反对党立场 反对党会说 我又会 人民会选国政 因为你派了很多糖果啊 呃 就这样子啊 就是 就是说为了好处啊 为了什么捧党利益啊 大家都各有各的说法 但是没有人能够能够举出一个实力的证据 很强而有力的证据来说 我我获得支持是因为啊 我做了那么多的东西 嗯 因为没有啊 没有选民也没有 直接上出来一个一个受访问来告诉你是什么东西 然后即使反对党说啊 是因为有捧党什么东西 你有证据吗 你也是提不出这个证据来 纯粹都是靠推测 很多很多各样各样的推测 嗯 我觉得反对党在这方面 确实 我觉得比起什么YNDB 这些课题 攻击上的课题来讲 我觉得可以稍稍的放轻一些 多重一点自己到底做过什么事情吧 什么呀 比如说 就是 例如就是 呃 YNDB 他们不是很喜欢攻击对方的YNDB啊 嗯 还是这个呃 消费税啊 等等这些课题啊 等等的 可能他们在提升自己的时候 可以放 稍稍的放轻一下自己的话题 而是稍稍的去提醒这些人民 哎 我们做过哪一些方面的努力啊 你看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政府做得怎么样啊 你看我们许多政府做得怎么样 虽然我觉得许多政府其实也没有做得多好啊 啊 但是有人觉得已经很好了 哦 当然 是 所以我就说 你看你要求什么东西 就是 如果你跟清朝政府来比 是不是有更好呢 呃 这个需要数据 需要KPI各方面的东西来去评断 不能凭感觉 对 你感觉自我良好而已嘛 对不对 嗯 比如说像呃 如果说你说雪州政府做得好 是啊 呃 这个宾州政府做得好不好 也是啊 有做得好啊 但是有没有做得不好的部分呢 也有 对 每一个 就是没有完美的一个政府 无论你是属于国阵政府 还是属于 反对党政府 他一定有缺陷 一定有很大进步空间 我在想我们国家是不是需要一个人 就是不在于政党任何利益当中 就立算所有这个国家 这个政党所做出来的事情 然后让我们人民 哎 好好地比较一下 可能也比较困难吧 就看呃 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死心啊 你看就是呃 比如讲像沙巴这个例子吧 今天也看到这个新闻了 就在乌统这方面 尤其是像这个副首相呢 他就说了 其实呃 他们对沙巴是很有很 存有很大的信心的 嗯 无论在什么样的状况都好 这个沙巴呢 依然会成为乌统和国阵的这个定存州 意思是说 他知识度呢 是不会改变的 来到大显呢 还是一样是铁票舱 嗯 不过其实我发现到 呃 巫统的团员啊 不管是纳吉多号 还是这个阿姆扎西多号 他一直在强调巫统的团结重要性 是不是他没有在担心 这个马哈迪创立新党的之后 其实是会动摇巫统的主要根基的 多多少少都有吧 因为呃 你说动摇我 我倒 我倒不那么看好 这个这个新政党能动摇啊 但是有没有影响呢 一定会有 不然后这几这几天来啊 就是好 这一两个星期来吧 就一致报导是说 你看这个纳吉也呼吁党员啊 要多 这个基层党员啊 多支持啊 对 各方面就很多种说法都都有啦 就是说要他们来支持自己的政党 然后让大家拱固大家心心 对 甚至纳吉有说到一句话 就是说 就算你穷的只剩下一条内裤 你都要 你都要 呃 就是呃 服于政党 所以就是 现在 他各方面 牌都打出来了 就是呃 强硬的方式也用了 软弱的方式也用了 现在也要 拨拨同情的方式也要用出来了 对 总之是呃 你无论怎么样都好 巫统呢 国阵呢 他是一个呃 国家机关 他拥有很强大的一个资源 资源不单只是钱 还包括人力等等 还有宣传这方面 这种机关呢 能够让他把这个宣传上传下达 啊 而下面这个基层的问题呢 又可以上传 就他们可以马上就解决 所以在这一点上 你要获得这个基层的支持呢 是相对比新党这些来的容易一些 对 因为你已经有根基存在了嘛 所以呢 这个 至于这个新党也面对一些问题 暂时呢 是不能招收党员的 对 因为他们的注册还没有被认证 没被批准 没被批准 所以如果批准过后 会不会真的有影响呢 到时就可以再看一看吧